早安 我現在人在尾道 昨天遇到一個韓國的 一個韓國的男生 三十出頭 我問他為什麼會跑來尾道這個地方 因為他看起來就不像是要來騎車的 他說這裡有很多景色是 他很喜歡的一部漫畫裡面 有出現的 所以他來這個地方旅行 真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不然一般人應該也不會特別想要來這樣子的地方 旅行才對 除了我們這些想要騎導播海盜的人 昨天晚上還陪他去一個港口那邊 他說是漫畫裡面的景象 還有去一些山上往港口跟城市府看的view 他有給我看他的照片 昨天晚上跟他出去這樣子拍 我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我是覺得還蠻特別的 因為那邊沒有收錢的地方 因為那邊沒有收錢的地方 我要從哪邊 停車我也不太知道 看不出來 就這樣靠著嗎 應該是就這樣靠著而已吧 應該是就這樣靠著而已吧 嗚呼呼呼 好啦 到對岸的島了 要開始 在漫浪開頭了 好 果然是 專門騎自行車的地方 這路上都有標誌 很明顯 也請大家拍照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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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開始這次導播海盜的行程啦 剛才下船的時候有提到 日本只要是有規劃腳踏車的路 就會有這種藍色的標示 地上這種藍色的標示 之前騎琵琶湖的時候 也是有像這樣子的標示 騎在這種的路上就非常舒服 我今天有安排在 導播海盜自行車路線的一個島上住宿 一般來講是 只要會騎的人一天就可以騎完 七十幾公里 其實不會太難 但我覺得來了就一晚看看 體驗一下住在這種島上的感覺 第一個安排速出的地方 大概只要騎個 三四十公里就會到了 所以我今天可以不用開展 我覺得這樣騎太順了 導播海盜目前這樣騎太順了 我怕一下子我就會把今天安排的路騎完 目前騎起來真的是 只要沿著這個藍色的走就好了 不用一直去想什麼 但是偶爾還是會有吹流量比較多的時候 然後人還是會被趕到這裡來 我現在有點明白為什麼 有人說應該要從金智那邊騎過來了 因為從金智那邊騎過來 你才會沿著海岸 海的那一邊騎 警察會漂亮 那邊是等一下要從這個向島 到陰島的 最岸的陰島的大橋 等一下我們會從 應該是橋下面會有一個自行車道 這樣子騎過去 近一點看這橋 好壯觀喔 超棒的 超棒的 陰島大橋 唉呦 拜拜 以目前來講我會覺得 老波海道應該算是 滿 滿適合 全家一起來歡樂的路線 也在路上也看到滿多就是一家人一起來騎的 風景很好啊 這邊是 往櫻島大橋的聯絡道吧 姑娘們 請下來牽車啦 OK 現在要 進入櫻島大橋的自行車道啦 GO 好 突然照著 突然是 在路上 香港人 駅 公路 駅 駅 從櫻島大橋下來後會有兩個方向可以走 一個就是右轉就是持續會沿著裡面 因為日本是靠左邊行駛的嘛 所以就會一直保持在內側 我選擇的是左轉 左轉這邊就是可以在海的這一邊 海的這一邊齊行 果然景象就會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就往下一個大橋出發 有段距離喔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可以吃 已經差不多快要中午了 11點多 下櫻島大橋之後 選擇了不同的方向騎 原本以為會有什麼 特別的景點 目前只有經過一個 本櫻坊秀側的紀念館 搞得自己現在有點累 因為可能天氣太好了 天氣一好就 就讓自己以為 自己是 矯情的賤人啊 哎唷喂啊 前面就是這次的第二座 第二座橋 深口橋 好 我剛才從櫻島大橋 我剛才從櫻島大橋 選擇了跟大家不同的方向 就是看簡介上是 比較 advance 就是比較 進階的路線 就是活離一些的 的確比較多要爬的坡 好 現在就 往 深口島 前進 這一棵應該算是 開得不錯的喔 好嘞 深口橋 剛才遠遠看 它好像跟 陰島大橋不一樣 它好像是走橋面的 一隻走 腳下來了 啊 果然 下來了 馬上有一個7-11 我現在不餓 剛剛 已經在路上的一個 找貨店吃東西了 橋在這一頭 還是照著 藍線走比較好 因為 補給跟 廁所 應該相對的會比較 多一點 剛才 真的 嗯 有點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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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民路線這邊 真的是 補給點超多的 沿路上都是店家 目前啊 在深口島上 我相信我剛才在陰島 如果是選 藍色 藍色路線 一定也都是這種景象 快樂路線 絕對不會讓你感到難過 會讓你很舒適的 舒適的騎 這邊有平山律敷 沒有住館 算了 沒興趣 沒有文化的傢伙 美術館 虧你還是個愛畫女的人 算了 我剛才經過這個寺廟 然後叫跟三四 跟三四 啊 裡面的花開得很漂亮 啊 可是 我看到他的入場費要 日幣一千四 喔 這大概是我看過 入場費最高的 寺廟了吧 嗯 沒有喝進去 謝謝給我看到了 這麼漂亮的 謝謝 感謝 很快的又到了 要 上橋的 聯絡道 這邊是叫 多多羅大橋 所以對面就是我今天要住的地方 好 好喔 上橋 這個 欸是檸檬嗎 檸檬嗎 檸檬 檸檬 欸 這樣騎好像 太無聊了 我應該要去吃一下 他們這邊的一些名產 可是我就是對吃 還好欸 火產檸檬 檸檬啊 今天的 第三座橋 哇 這個 也是一邊露營一邊騎車的嗎 超酷 Bra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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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看 看 我也是Brandon 剛剛看到一個爸爸 其實Brandon 藍色的 唉唷 這邊有一個交接處 轉回去 這個在台灣都要拍的 在這邊也可能不拍 是吧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探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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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在廣島跟愛媛縣交接處拍照 愛媛縣就是四國 我已經要慢慢往四國前進了 讓我先過 謝謝 好 大山老道啦 不然跟爸爸在前面 我現在已經到達我在大山島要住宿的一個地方 因為才完成 Check-in 這家旅館是在booking上找不到的 我是自己在路口上看到 然後自己寫email 讓他訂房 有順利啦 他有接受我的預訂 反而 今天從 尾道騎過來 有點無聊 因為都是一直在騎車的畫面 從櫻島那邊選的 路線真的旁邊也都沒什麼吃的 然後到 深口島 深口島上面 經過一些比較熱鬧的地方 但我也 沒有特別想要停下來 吃什麼東西 這樣很不對 明天再試著 找一些 食物來拍攝看看 不然都是騎車 好像真的很無聊 好 好 我要先把東西拿進去 然後 去找吃的 餓了 這是他的名字 大山島 托馬力基 托馬力基 這是他們的公共空間 櫃台 公共空間 小兒潤在這邊 喔不對就是廁所 poilet poilets 他的車機很酷 就是 這個 這邊會有樓梯可以上到 樓上的房間 會有下層 跟上層 這是還沒有旅客 住的時候 啊 變很亂 一個對 這是 很特別的設計 我要先去吃個東西 好餓 剛剛從 進旅館 check out出來 欸 check in出來之後 就 找了一家 這邊當地的金釀 大山打金釀啤酒 喔 我剛已經喝了兩杯了 這個是第三杯 Menu 其實不便宜啊 一杯大杯的啤酒 480毫升 要 950塊日地 但是 我是覺得那樣的不錯 我剛喝了一杯 White White Ale 然後又喝了一杯 現在是 他們這邊最 最基礎的吧 最基本的啤酒叫 Brown 就是 一般的 一般的啤酒 第一杯喝的是 白皮嘛 White Beer White Ale 火香味還不錯 我是覺得 如果是第一次來這邊 可以學那一杯來 喝了第二杯那個黑皮之後 厲害了 黑皮的味道 真的是超讚的 酒精濃度比較高一點 要騎了 我是已經 騎完今天的行程 我是真的來放鬆的 舒服 忍不住就點第三杯 跟朋友出去喝 三杯也差不多吧 這一杯才 大概500cc而已 其實 還好 等一下就 牽著車回去 超爽 大山倒盡量 很燃 這幾十萬 啊啊